今天早上的早上做的事件 各位介紹所有的長官 在座的貴賓 以及我們在場的美女朋友們 以及經銷夥伴們 老闆們 各位午安 各位好 歡迎你們在今天特別播放綠綠 來到我們考相機台灣的發布會 即我們的試駕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Grace 行恩 非常榮幸與在座所有的朋友們相聚在同湖 我們考相機台灣自從2003年的總在齡以來 这可是首度第一次将我们的发布会 以及释迦会遗失到离岛 来让各位一起享受台湾的离岛风光 我们澎湖呢各位都知道 有一个别称叫做菊岛 那是会在澎湖盛产的天人菊 而这个天人菊呢 它是一个常年可以耐这个海风 而且呢不畏风吹雨打 可说是不屈不挠 在这两天呢我们期待哦 透过这澎湖的菊岛风光 振托出我们K旅人的精神 以及新车的工艺 也让各位呢可以好好的享受到 澎湖的各种的民产 以及好风景 而在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各位来 揭开四款不同的新车 不过在一起之前呢 我希望藉由在座所有女贵贵宾的 双身和双手让我先来欢迎到 台湾机车产业的龙头 同时呢也是我们台湾三级台湾 总代理的Pinfo 公洋工业营业部的黄俊平 黄俊玲来到我们现场 先让我们在台所有的合级的打电招 我们欢迎黄俊平 台湾董事长 台湾董事长 台湾机车厂老板的老板 还有在座的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2019 Kawasaki的新车发表会跟市侠会 当然作为那个全球的一个机车制造大厂光阳 我们一直在努力把摩托车运动 推广到台湾 其实我们这个目的一直来透过台湾的方面 每年每年都在进步都在实现 所以作为Kawasaki在台湾的品牌代理 我们对台湾对所有的我们的爱用者 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确保我们的保护 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零件工业 然后再透过我们台湾交商跟市场的需求 向日本Kawasaki去争取最适合台湾的爱用者使用的机器 来推广到台湾的一个市场 这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将会迎来2019全市的一个新款机车在台湾发布 当然国内营业部 光阳营业部最前来的 跟台企可以说是互相进步 互相扶持 因为确实重车的经营 我们对小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起发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很高兴 看到台湾在立任的经营团队 跟市场商老板老板娘的努力之下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的协助之下 台湾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 越走越踏实 在这边我现在要代表老娘 给台湾这边的所有的经营团队支撑谢谢 最后在这边也要预祝 今天的一个新车发布会跟市场活动 在大家来到局导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天然环境之下 听说明天还有定点的一个设计 可以预期的就是车美人会动 希望大家这一趟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会议 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经营主席带来的分享 也非常感谢经营能够在今天特别加入到各位的行列 COSANTE它是一个拥有纯正日本协同的重工业品牌 而且我们传承了130年的历史工业 在这当中我们像是有造船 有飞机有高铁可以说是拿挂了海陆空的各个交通工具 以及所有的工业设备 而我们也期待能够丰富更多世人的生活 以及为我们世界的环境未来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1950年的时候 Tawasaki开始的进入到重车产业 而且呢 我们是以生产排气量最大 以及速度最快的车款来作为目标 我相信在座一定有非常多我们Tawasaki的爱好者 还有我们的粉丝们 各位应该也都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别名叫做男子汉的车 在许多的漫画当中 像是《相当纯爱主》 或者是《麻辣教师》可以到GTO当中 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仿佛您只要驾驭到了我们Tawasaki 您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而在这一次呢 直到现在 我都希望不断的传承给各位 就是Tawasaki 不断的要透过我们的集团 实力 以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人本智障精神 打造出一步又一步 人与摩托车 可以有一个友善互动的车款 以及呢 让所有的朋友 都能够非常易于来驾驭和骑程 并且呢您只要骑程上我们的Kawasaki 不论是在都市当中 或是在山野郊外 您都可以拥有一个 次大的驾驭乐器 故障一 強さと優しさを共存させる 河崎は最強で最速のモーターサイクルを目標としてきました 初期の川崎は男のバイクと呼ばれてきましたが 決して乱暴でコントロールしにくい製品を作ってきた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強さと優しさの融合であらゆる人々のニーズに合わせる こだわり2 乗りこなす喜び ライダーが乗りこなす喜びを得ること それが川崎モーターサイクルづくりの精神です 人と一体化して走るモーターサイクルを次々に生み出しています こだわり3 無限の可能性に挑戦する 川崎は幅広い先進技術で無限の可能性を追求し続けます 川崎はライダーに最高のライディングを提供し続けます 川崎は回りやすくして 4 夜は斜り一音師に伝わることある このライディングを見て 曰わり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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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等一下經理將會跟我一起來跟現場所有的車款好好分享這四款的車款 其實我們在近幾年Tawasaki的這個銷量在台灣是非常的好 而且一年突破一年 在2018的時候我們又帶到了一個新高 是的 這都要感謝在座的媒體的支持 還有台灣所有車友的肯定 這幾年其實在台灣市場黃牌加紅牌的市場 擋車市場其實是昨年在萎縮的 但是Kawasaki在台灣的市場率是年年的攀升 這表示好的產品以及對的價格 這是消費者所需要的 在2018年台企引進的也是全球熱銷的900系列裡面 尤其G900RS在2018年在台灣的紅牌銷售市場裡面是名列第二名 另外一款全新的令甲400 那也是從去年中開始一直銷售長桶到目前 那目前還是在預購之中 因為每一部車子一進來馬上就銷售一空 所以到目前預購的數量已經有上看到500多台以上了 是 所以你知道嗎 上看到500多台以下 我們現場有沒有朋友是這其中500多位的一位 我覺得在這邊應該有 或者是我們很多的經商老闆們 有些客戶可能還在等待 所以今天我想幫大家問一下到底是什麼時候 才可以擁有你心目中這個愛車呢 是的 那因為經過台企跟日本原廠的一些溝通 那也讓日本好好感受到台灣車友的熱誠 所以今年特別在原廠的權力的支持下 給台灣的配額的增加 所以即使你今天去訂車 那台企在這邊保證 你今年的5月底或6月初 你會陸續拿到車子 不像是網路上鎖的 你現在訂車要等到7月以後 好的 所以各位我們要在這邊純摯的答應著大家 不用等太久了 也不要聽信網路的謠言嘛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各位非常眾所期待 我們這四款車款要透過經歷 在這邊跟各位好好的分享 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米蘭車展的Kawasaki 發表了許多法師來的車款 其中有一個作品叫做Z1的 這個復刻車款Z900RS 另外我們也發佈了一個Cofferacer的 靈魂的Z900RS的Coffee 但這個在日本可是賣的非常的好 是的 因為Z900RS在去年的熱賣之後 所以台企今年特別繼續引進它的輪身機種 也說今天要介紹的Z900RS Coffee 那來滿足在台灣 台灣族群裡面嚮往這種Cofferacer的一些車迷們 是 那在接下來當然咯 我們已經大概為各位做了一個鋪陳 那規格又是如何咯 是的 那今年預計導入的Z900RS Coffee 預計有三個主體色 一個是紅包灰 還有經典的萊姆綠 以及灰調藍色 在它的主要配備裡面吼 在它的主要配備裡面吼 它有巡機系統 還有水平的多連桿 以及華麗 還有ABS 雙鞋氣門系統 還有機機的省油標示 當然在外觀方面咯 它有經典的頭燈罩 還有一些類似的單人座 經典的踢把手 還有蘭姆綠的配色 還有復古的雙眼的儀標板 以及我們的蕭光的排氣管 是 我們這各項的這個復古的 復刻的還有現在的科技技術 都也繼續都放在裡面吼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帶出的這一款的名字吼 非常的有霸氣 叫做無所畏懼 Ninja ZX-6R 這一款是獨具跑格型的 防賽道型的車款吼 所以各位不論是在這個賽道當中啊 在山野當中都能夠非常心意的駕馭 是的 無所畏懼 是全新R6的代名詞 除了全新的R6 除了全新的Ninja系列的家族的外觀以外 在動力方面在任何的轉速 它都可以提供很充沛的動力 那車體 它的車體的設計 更是為了賽道 還有適合城市所有的街道的手設計的 當然重要的 它今年還配備有滿滿的 最新科技的電子配備 讓使用者提供最安全的駕駛環境 那既然我們所有的好朋友都在現場 是否經理可以呢 就直接的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這滿滿的各種新的電子配備 電子儀器還有我們新的規格又是什麼呢 是的 今年的R6啊 比較特別的是它的排氣量是636 那之前開啟鏡的排氣量是599 所以它不管是在動力方面呢 還是在轉速方面的話 它都有相當的提升 那今年的R6啊 它導入有兩個顏色 黑色還有萊姆綠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滿滿的一些電子科技的配備 那在外觀的部分 它有LED的頭燈 那當然還有一個LED的尾燈 及五段式可調的離合器拉桿 LED的儀表板 還有前後避震器 經過提升調校後的前後避震器跟自動的能力 所以讓各位真的是不論您是在都市 在山野當中都能夠非常輕鬆又舒適的駕馭 接下來這一款車款 我們要帶各位來做一些歷史的回顧囉 在1966年的時候呢 Tawasaki推出了一款叫做W1的車款 它呢是依照了當時英國街車來作為敏感和發響的 所以它不僅是我們Tawasaki當時 這個排大排氣量摩托車的製造商的第一部 侯師妹也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追求世界速度最快的摩托車的一款先驅 是的 W800是一部像歷史經典式進的一個代表作品 那是很可惜的 因為去年台啟引進最後 也是因為沒辦法通過台灣的相對的謊規 但是今年呢全新的W800咖啡 它已經可以通過台灣最新的謊規 所以台啟在第一時間就把它引進到國門 讓台灣的車迷也可以虧其日的經典 當然在這邊如果往後台啟 有可能會繼續再導入W800系列 因為我們為了我們在座許多台灣的車迷們 能夠在台灣能夠駕馭這一款復刻版呢 我們有做了一些改變對不對 但這改變商品有做了哪一些調整 經典的導入W800咖啡 就一個經典的顏色就是不讓你重 然後它主要的一些外觀的話 當然還有雙搖背的車架 還有咖啡的精神的外觀 以及經典的LED頭燈 跟復古的把手 環暴式的飲料板 還有動力上的升級 是所以在這個當中 讓各位可以有一些新的感受 而緊接下來我們還有一款車款要跟各位分享的 這個呢就是非常符合我們現在所在的舞台 打造出來日本東京街頭巷弄內在夜裡面 各位在駕馭的時候那種風格 都有街頭的血液 那就是我們的Kawasaki Z系列 旗下的最新立座Z400還有300 這個呢擁有一個非常清爽的一個駕馭的手感 是的G400是在Shypernake的精髓的益柱下有誕生的 那同樣的它也是今年暢銷的令甲400的人身機種 那同樣的它也是在引擎上做了一些高性能的一些優化 在車體的結構上它也提供強度 而且是輕量化的進化 但最大的不同是G400 它是在Shypernake的中心設計的令甲下而誕生的 是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帶你各位來看一看 這一款車款它的規格又是如何呢 是的那今年導入的G400 有為之前的G300 那當然它除了在引擎上的提升外 動力跟扭力的提升那是必然的 那今年導入G400的顏色就是萊姆綠 那它有一些AVS滑動離合 還有一些經濟有號顯示的一些功能配備 是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在裡面還有一些這個小的規格是不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是那在外觀的部分 那當然它的全新的引擎的一些調校 那有比去年的G300版 還有全新設計的車架 還有顯吊系統 還有一級乘坐的一些桌椅的設計 LED的窗頭燈還有都功能的LED面板 那為各位介紹完了這些規格啦 位觀啦 歷史之後 在座的朋友應該都很想要趕快的來揭曉說 到底他們的售價又是如何呢 在這邊的話我們要一同的邀請到董事長 可不可以移駕 一同來到我們台下方獎勁歡迎董事長 跟我們的陳經理一起來揭開我們這四款車款的售價 我們先從第一款開始好了 第一款會各位揭曉的是我們的Z900 我們這次揭曉的方式非常特別喔 由董事長吹下油門 我們先來看到我們在上面的儀表版 這一款黃Z900的售價是60萬 不過我們今天大家都來到了離島了 來到吉島董事長 我們是不是有些優惠呢 有 也是吹油門吹了體嗎 來 我們來吹油體 看有什麼樣的優惠 五 五 五十 八萬八 再給現場所有的朋友們的優惠 再來囉 我們現在要往下面一款車款喔 我們現在要看到的是六R 我們有請到陳經理一揚為我們吹下油門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六R的售價是 六十五萬 但是我們六R其實有綠色跟黑色跟董事長帶來優惠了 陳經理一揚 感覺似乎也有準備喔 首先我們來看看綠色的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價格優惠 綠色的車款會都帶來是六十四萬六 那黑色是否也一樣呢 哦 感覺還有另外一個不同的優惠售價 來 請黑色的 我來收拾完 六十三萬六 帶給各位現場的好朋友們 哇 我們真的不要再賣關子了 董事長我們來到為各位繼續揭曉下面一台 好了 直接優惠價格給大家好不好 跟現場的經銷老闆們和媒體朋友們特別講 就是已經優惠完的價格 我們有請董事長為我們揭曉 來到四十六萬吧 直接帶給大家是我們的賈品八百的價格 優惠的價格 現在邀請到陳經理呢 為我們揭開的是Z400 直接優惠了 直接優惠 各位我們不賣關子帶給大家的 優惠 二十六萬五 掌聲線上 非常有誠意的 帶給我們在座的好朋友們 那在一起呢 我當然也要再次的邀請到經理喔 可不可以跟我們在座的朋友們分享 除了有那個售價有個鬼 是不是還有其他好嗎 是的 那在 在售價部分 那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那 今年新推出的G900R 它的售價是五十八萬八 那從現在預購是到五月底 那 預計是六月底之前交車 那預購的前一百名 我們有贈送 聯名的背包 另外一款 定甲六R 那一樣是預購到五月底 那預計是六月底之前交車 那 綠色的話是六十四萬六 那黑色的話是六十三萬六 那預購的前一百名 我們也贈送聯名的背包 另一款W800咖啡 售價是四十六萬八 那 在預計是在今年的七月底之前 可以交車 G400 G400售價是二十六萬五 那目前開始可以展開到 競下商的預購是到六月底 那預計也是在七月之前交車 是 是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這次的預購當中 有優惠有好理 而且呢 可以馬上 過不久就可以交車了 謝謝經理 我們邀請董事長 和經理在這邊 再一次的公請到我們黃經理 可不可以立行一下 來到舞台上方 來做一個合議 讓我們在座的媒體朋友 來捕捉下 這個非常值得紀念的畫面 請我們三位長看向正前方 正前方揮手的攝影師 我們先將這個視線看向正前方揮手的攝影師 最後這個時刻 我們是否也可以邀請在座所有的經銷老闆們 玉桐宜嫁來到舞台上方後